HELLO,LADYS AND GERMAN,我是火箭哥 看到這樣的背景就知道 今天的主題是很沉重的 最近發生了沙井案 非常讓人的... 心痛 也非常讓人覺得很遺憾、難過 尤其是土耳姐的生命巨下的一句 什麼? 臭死聯盟都該像殺成地獄這段話? 喚醒了我對臭死聯盟... 最深層的恐懼 臭死聯盟... 到底他們是在幹嘛的... 最近發生沙井案 我看來看去會覺得很不爽 那我就是... 唯一是死刑沒有挑選的事情 臭死聯盟這個時候 又有些舉GA出現了 我知道死刑真的不能 chooseberg的發生 但是好勢 уг 款式 可以人的 Children as 做事情都有 他們應該得到的處罰 有些事情就是 不應該做 做了就會有代價 你可以說這就是用法則來規範人類的行為 每一個人都受到這樣規範 每一個人也因為這樣的規範而約束自己 忍受別人做的那些很過分的事情 就算別人罵了你 我們也因為受到法律規範 我們不可以去打人家 我們不可以用更激烈的手段去報復他們 從小到大什麼事情不是不規範出來的呢? 想說爸爸的示範、念書學校的規定 出社會法律的約束 一直讓我們都受到這樣的教育 做了什麼程度的事情 就應該受到怎麼樣程度的法則 否則我隨便亂丟垃圾 跟我隨便揍一個人 都罰一千塊就好了 那為什麼要有不同程度的分別呢? 這是墨鏡哥從不同的面向 不同的事件來討論 關於費死聯盟他們的存在 就讓墨鏡哥 一起來帶你瞭解 費死聯盟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存在 費死聯盟存在的目的 是為了要廢除時間的存在 這大家都知道 那隨著現在的人權意識越越重要 支持水平越高 那他們就有些人開始反思 法律同意政府合法奪走一個人命的這個問題 到底這件事情是對還是不對的呢? 但是人類對於殺人犯 就應該受到死刑的這個觀念 從古至今都是連貫的 在我們找不到更好的方式 給予這些殺人犯罰則之前 死刑就是一種解決的辦法 然而費死聯盟就是希望能夠 終止國家以法律奪走一個人生命的權利 這也就是他們希望能夠達成的最終目的 特別是在台灣這個死刑還存在的國家當中 他們的存在更顯得 那其實在全球 世界各地都有一個組織 叫做世界反對死刑聯盟 他們初期是在2011年 由法國的非政府組織舉辦的 第一屆反死刑大會 並且在2002年5月 與羅馬張開會議正式成立 世界反對死刑聯盟的一個組織 他們在那個時候正式成立 但所實現的廢族 可以從近代刑法學與犯罪學 宗師貝加利亞來簡單討論 他在1764年的 論犯罪與刑罰當中提到了 濫用極刑並沒有使人變得善良 他認為對於人類心靈影響較大的 並不是比的 嚴重性 而是 延續性 簡單來說就是 痛一刀 一下過啊 不如讓你痛一個禮拜 前者聽起來一刀痛下去很可怕 不過生命就沒了 沒了就沒了 要不然有後者的延續性 就是讓你一直痛 痛很久 他的影響力可能還比較大 從這個論點延伸出來就變成 死刑 到底是更好的解決辦法 還是其實有更好的解決辦法 那在國家對於死刑的見解 與接受程度當中 可以分為四個等級 第一個就是完全廢除死刑 第二則是已經廢除死刑 但是在額外的情況下 會執行 第三則是死刑還存在 不過超過十年沒有執行的了 最後面則是有死刑 而且十年內有執行的 那 廢死死在國外 特別是歐洲部分 已經進展得相當快速 除了白鱸石以外 歐洲所有的獨立國家 他們都已經廢死 就連每週 都只有6% 是有死刑 而且十年內有執行過的 然後這6%呢 美國是其中一個 那在五大週當中呢 亞洲是有死刑 而且十年內執行超過%最高的 總共有40億% 有23個國家有執行 可以看得出 亞洲對於死刑的 一代程度依舊是比較高的 亞洲跟廢死聯盟 依舊在台灣持續推廣著 因為台灣也是在這個數據當中 其中一個分子 再好 這時候呢 我們台灣就變成一個國家看待了 那為什麼台灣會出現廢死聯盟呢 讓他們出現的關鍵原因是什麼呢 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呢 就是在台灣這次廢成的那個團體 這個團體當中呢 有國際特使組織台灣分會 民官司改會 台灣人權處境會 以及台北律師公會等等的 由這些團體所組成 他們聚集在這裡的目的很多 一開始呢 其實他們都是在救助一些 可能講到的 誤判案件 這很重要 誤判死刑是非常糟糕的 沒有人可以幫忙 更是糟糕 學生的案件呢 都是如此 另一方面呢 他們不認為死刑市政府 應該握有的一個公權力 所以他們才成立了這樣一個團體 那廢死在台灣是一個 飽受爭論的議題 只要當台灣發生什麼嚴重的命案的時候呢 這個爭議馬上又會出現 那網路上的鄉民呢 就開始開戰了 不過幾個主流的聲音都是如此 廢死團體 又要跳出來幫忙逃補死刑了 裝白癡 最後沒有視覺失調戰 助為絕招 免死GAD的啦 廢死團體那些人 到底什麼時候要清醒啦 那你幾乎不會在 臉書的新聞下面連結裡面 看到這隻廢死的人 它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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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因為被輿論壓著走 他們無法表達自己的意見 或者是其實社會上 真的支持廢死的人 很少很少 我相信後者佔大部分 不過 墨鏡哥想要探究的是 為什麼台灣會出現廢死聯盟 畢竟我看過廢死聯盟 很多的相關新聞 以及他們的主張 我知道他們並不是隨便便 就堅持自己廢死的意見的 這一定有什麼原因 所以那目標就查了一下 為什麼台灣會開始有人 支持廢死這件事情 得到了一些資訊 其中 一個就是在 1997年出現的 盧正愛 1997年10月18號 當時一名廣告商老闆娘 詹春子出門掐公 卻在途中失聯了 老公鄭宗憲在晚上九點多時 接到了 綁匪打來電話 說 老婆在我們手上 準備500萬現金 不准報警 等我們的電話 而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這個鄭宗憲呢 還是先打斷報警了 那聯絡到警方之後呢 警方開始著手處理這個案件 但 想不到 不到一天的時間 在隔天下午 4點多 詹春子就被發現在 胎男市區的山區裡面 並且呢 已經沒有了呼吸心跳 那警方 鎖定了陣容下的好友 盧正 因為盧正的車子 在案發前 又出現在廣告公司附近 所以警方請盧正 以賢水調查的名義呢 進行約談 在約談了36個小時之後 他開始 認罪 並且自白 經過了 123省的審判 到了2000年的7月3號 因為殺人罪被派出死刑 而同年的9月7號 盧正就被 執行 看似非常合理的案件 其中竟然有很多的爭議 真點1 盧正是以協助調查的名義到現場 照理來說 20小時內一定得放人 正在盧正當時 根本不是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他且是 可以想走就走的 那為何要被拘留在警局裡面這麼久 警方說是因為盧正自己想待在警察局裡面的 有人會沒事就想待在警局裡面嗎 而且待超過24個小時嗎 真點2 當時白色車的線索是由 潘敏傑提供 潘敏傑是盧正跟鄭仲賢兩位的私募 而警方是根據潘敏傑的冥想 線索 當作偵判的方向 冥想可以當方向 當線索 這我們現在聽起來非常的非所思 那潘敏傑他另外一個身份呢 是靈媒 那也只是警方以這種 非科學的靈媒線索 當作科學的偵判方向 而且依據偵查不公開 潘敏傑怎麼可以在警方偵判的同時 配同盧正做筆錄呢 這非常奇怪 真點3 犯案鎖法 當時盧正跟警方在還原現場的時候呢 盧正鎖法根本就不是自白書上面的那樣 盧正在車上還原的鎖法 非常奇怪 而且呢 與被害人脖子上面的兩道類痕不吻合 甚至被視為凶器的這個鞋帶呢 都與調查的類痕上面的痕跡 不一樣 這無法確定 是凶器啊 那為什麼 在一二神法官的判定上面 他就是凶器呢 真點4 沒有指紋沒有毛髮 甚至找不到一點與盧正相關的證據 但卻可以把盧正給定罪 J05则2000年時 盧正家屬於監察院成刑 監察委員們呢開始展開調查 那也見到當時防護部長陳定蘭 陳定蘭表示這個案件的確是疑點重重 表示會重新調查 甚至陳定蘭還發函給盧正家人 結果不到3天的時間 盧正就被執行死刑 就這樣 留下這請令人摸著頭緒的案件 在當時盧正當中呢 雖然還沒有所謂的Face聯盟的存在 但是陪伴在盧正家屬身邊呢 其實也就等同於 最一開始Face聯盟組成的團體與成員們 而這只是其中一個成立Face聯盟的案件 相比 當時的他們對於司法的草率作法 相當 看不下去 他們想要處理分力 所以在成立下一個聯盟 去作為制衡 並想要讓死刑的規定從台灣法語中消失 這樣的初衷 這樣的起點 我認為是好的 畢竟這起案件真的太奇怪 當然還有其他奇怪的案件促使Face聯盟的存在 那如果說這個Face聯盟的成立 是要替那些可能在司法提供當中 受到不平等待遇的那些人發聲 並且提供不同的管道給予協助幫助 例如這個我們剛剛講到的盧正案 我認為我會持續的支持這個團體 因為在盧正案當中 我也認同了許多東西的確是很奇怪 在不明朗的情況下 就直接被派死刑 而且直接執行 這真的是蠻奇怪的 那如果你的主張是 不應該在未調查政府前就執行死刑的話 我會認同你 但現在Face聯盟他們的主張是 不應該有死刑 這就不是一個我會認同的理念了 死刑 有存在的必要 起碼不是這麼認為的 而且應該有很多人也是這麼認為的 好了我們今天Face團體先到這邊 下一集我們再帶來更細節的 Face聯盟的介紹 影片的最後面墨鏡要提醒你 墨鏡哥最近開個各式不同類型的頻道了 鬼故事有鬼故事的 遊戲有遊戲的 之類型有之類型的 如果你有喜歡看的 特定了類型的影片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去訂閱這些不同的副頻道 以後墨鏡哥現在把這些不同類型的影片 發到各式該有的頻道去 以後就不會在主頻道看見了 所以千萬不要忘記 趕快去訂閱這些不同類型的頻道 追蹤起來開鈴鐺 那我們就明天再見了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 I need to know by bwd6